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三月一号我们又听到了一个好的消息 特斯拉全面的降价 每一台车从最顶规的到最阳春的 平均降价26%到46% 当然这个降价几家欢乐几家愁 特斯拉也不是第一次降价 在今年的元旦的时候 它就降价了 全面所有特斯拉的一个车款 每一台车统统降2000块美金 也就是6万块台币 那一次的降价让特斯拉损失了7亿的美元 那也因为这样子 它的股价跌了8.8% 那这一次的降价幅度这么大 理论上来讲 特斯拉应该它的股价会跌得更深才对 没有 这一次只有跌7.8%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一次降得这么深 反而是跌得比较少 我们来看它最顶规的一个车子 它最顶规的原来定价是666万 这一次降到359万 一下砍了46% 马上跌了多少 跌了306万 很多买到的人 傻眼了 306万可以买一台宾室 但是你想想看 如果我们台湾有40个购买特斯拉的一些车主 他们全部的到特斯拉的展示中心去做一个抗议 他说我真的撞不了 我买666万 我把银行贷款420万 420万还没落完而已 你现在总结感觉像是359万 我后面是要怎么落 我以后我台中古车要买 基本就买不计划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 真的对买的人 真的是受伤蛮大的 他说我们是最爱特斯拉的 爱得最深的人 受伤最重 不过国内的消保官说 这没办 降价它不为华 它反而是逆次拉台才会为华 它降价不为华 所以那些人真的悶到的第四章 真的有为不得共 不过我们从几个角度来分析 这一次特斯拉的降价 对特斯拉来讲 他有他不得已的苦衷 怎么说 他欠钱 他在三月初的时候 有一个可转换公司在 9.2亿的钱 他一定要付 很多人都说 特斯拉可能付不出来 结果他真的付出来了 第二个 我从666万降到359万 这是顶规的 这个车子可以从2.7秒 从0 然后直接飙到100公里 目前来讲 在国内这样的跑车都是六百万八百万 一千多万才有办法办到 结果你359万就可以办到 所以他未来的市占率会扩大 所以如果从这一点他的降价来扩大市占率 应该是值得加许的 当然也因为他缺钱 所以他希望利用他最近的特斯拉的一个热潮 以及他整个他的一个生产线 已经慢慢的上了轨道的时候 然后利用降价来扩大他的一个购买率 也因为这样子他的最洋春款只有三万五千块美金 才合台币一百零八万 所以未来我认为特斯拉 只要他做得出来 他应该在整个市占上应该会突飞猛进 不过在这边对特斯拉的供应厂商 我们还是要特别的注意 当然未来因为特斯拉的市占增加 购买的人增加 他的市面上的一个 他的一个整个好评 可能会慢慢增加的情况之下 他的营收会增加 但是你想想看 如果所有的车款 他降价百分之二十六到百分之四十六 特斯拉他不会回头去砍 这些供应商的价格吗 一定会的 那也因为这样子营收的增加 然后他的盈余会下降 所以如果营收增加这个部分 没有办法去弥补 盈余减少这个部分的话 那么对很多特斯拉的一个厂商来讲 他可能目前他的本益比在十八倍 甚至在三十几倍的 可能都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这也是这一次特斯拉的降价之后 值得我们去观察的一个地方 当然因为过去这些特斯拉的概念股 我们在台湾来讲 他们已经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聚落 那未来他的表现就值得我们特别去关注 当然一方面也要关注特斯拉 他未来每一个月 每一个季公布出来的一个盈余 公布出来的一个营收 都值得我们特别特别的小心 谢谢大家